这次演练 编队指挥所从南从沿 设置演练背景 荷兰军基于短板难题设计演练课题 构建海面空中水下立体多围 梯次配置的作战体系 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综合攻防能力 我现在来到了辽宁舰最核心的部位 就是殲15舰载战斗机作战指挥的部位 它主要是由LSO指挥官来引导指挥 殲15舰载战斗机紧缺的安全作战 顺着我们镜头可以看到 在辽宁舰的中部 左旋的中部 它有一个飞面灯 这个灯的主要作用是 它主要是来引导殲15舰载战斗机飞远 准确的进出下发现 作为第一次在这种远海进行着舰 所以说我们的压力还是有的 但是通过我们前期的训练 包括我们前两次远航的一种经验的积累 我觉得我们首先我们的飞员 已经具备了在这种远海条件下 特别是这种大风大浪条件下起降的这种能力 按照计划的话 我感觉一切情况都良好 从空情和任务的实施 与指挥所的编子 配合的都很默契 任务完成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甲板上身着红 棕 黄 绿等各色马甲的舰员 协同配合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转运 调运 检查 加油 挂弹等工作 加快战机放飞和回收的速度 对 现在的话 我弹药保障的话 应该是还是比较流畅的 我们整个的挂弹时间 包括保障的效率 交易前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在演练现场 针对巴士海峡以东这一训练海区的复杂海空情况 编队指挥所及时掌握准确态势 高效保持对我各型飞机和舰艇的指挥控制 稳妥处置应对各类海空情况 这次航母编队远海演练 坚持使兵背靠背对抗 突出的陌生海域中舰艇和舰载机的协同运用 检验了航母编队综合攻防体系的建立和保持 强化的复杂态势下 指挥员的指挥决策能力 推动了航母编队训练 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 达到了预期效果 这次航母编队远航对抗训练 是海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在远海大洋组织航母编队实战化训练 有利于提高对航母编队作战运用的研究 有利于提高编队各要素的有机协同 推动海军航母编队体系 作战能力的生成和提高 更好的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感谢观看